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我们外在的服务 是否和内心的情绪或想法合一 让今天8月23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内外合一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玛窦福音第23章 第23至26节 那时候耶稣说 或哉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 回香和石螺 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 仁爱与信义 这些固然该做 那些也不可放过 瞎眼地想到 你们律出文锐 却吞下了骆驼 或哉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洗擦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满是劫夺与贪欲 瞎眼的法利赛人 你先应清洁杯的里面 好叫它外面 也成为清洁的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斥责经师和法利赛人说 或哉 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 回香和石螺 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 仁爱与信义 他看穿他们的虚假 为了显得自己很虔诚 在小细节上有诸多坚持 却因为怕麻烦 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而不愿为百姓们 争取他们应得的公义 耶稣指出 这种虚假 不真诚是祸 因为他们的不一致行为 会成为众人信仰的绊脚石 是反省 我们是否内外合一呢 行善时 是否怀着单纯的动机 还是我们更注重 有体面的外表 做任何善事 是为了给别人看 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同和表扬 要知道 如果我们的行为动机 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我们的善行并不会长久 也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 今天 耶稣诚恳地邀请我们 成为一位里外一致的人 耶稣指出一个方法 先因清洁碑的里面 好叫它外面 也成为清洁的 意思是 先进化我们的内在 好让外在的行为 表现也是纯净的 因此 当我们在家庭 工作 团体生活或教会服务他人时 让我们与圣神一起 检视我们内在最深的动机 如果动机不单纯 不要气馁 却要祈求圣神 净化我们 然后与他继续行爱德的工作 如果我们每天与圣神合作 省察自己 清洁自己的内在 逐渐的 圣神会使我们外在服务 跟内在的我们 合而为一 而我们会成为耶稣最真诚的 爱的见证人 请品尝圣言 莫想一个人外在很体面 内在却充满着邪恶 劫夺与贪欲等罪恶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今晚花十五分钟 与圣神一起 省察自己的一天 省察自己是否内外合一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圣神 我渴望成为内外合一 真诚待人的人 求你净化我 使我洁净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清楚了解 自己内在的动机和情绪 成为一个内外合一的人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